你知道那個面色看起來有點灰冷 整個人看起來 尤其今天又穿一身白 對 很恐怖 對 我覺得女生如果要來這招的話 我覺得她必須做好兩件事情 就是她的氣色 腮紅跟唇一定要化好 不然的話 你會給人家一種陰森的感覺 撩不到 反而搞不好提早撤 嚇到 對啊 真的 真的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讓她氣色更好 以妳的輪廓這麼漂亮 我覺得簡單 來 這邊請坐 我們聽到簡單就放心了 簡單喔 你太負擇她記不起來 簡單喔 所以我們要幫她選腮紅 尤其像針對楊晴這種 健康或中間膚色的女生 你選腮紅可以用兩個顏色來調 第一個健康膚色就選帶橘的 最標準的 然後還要再選擇一個 比它更淺 更淺的這個顏色 這個是腮紅 這是腮紅 現在腮紅都流行這種很淺 就是畫上去看不到 它跟主腮紅去做互搭 畫上去看不到我幹嘛要畫 它去調亮 尤其是像這種帶暖色調 蜜桃色的淺膚色 刷在眼下可以去黑眼圈 好的 對 請用 好 首先我們就先刷 深色的 一樣我們就刷在蘋果肌的地方 然後就是在鼻翼過來這個地方 蘋果肌比較高的位置 這樣一點點 很像過敏的感覺這樣 對 就是害羞害羞的感覺 害羞 然後之前我教大家 如果你有漏耳朵的話 你可以擦一點點帶耳朵 為什麼 這耳朵紅 害羞 害羞 對 耳朵會紅嗎 就像剛剛子妮 無時無刻都在紅 無時無刻 耳朵都在紅 對 好可愛 這這樣滿可愛的 這樣很可愛 這樣好可愛 你看耳朵紅紅這樣 就是感覺這個女生 好冷 對 我都一直以為是鼻子 鼻子紅是過敏好不好 不是 你要留一個空白 因為如果鼻子也紅 耳朵也紅 就是要下來酒測 酒測 不好意思 吹一下 對 吹一下 好 然後這個 這是基本大家都有的 主色腮紅畫完之後 我們就要來畫淺色 如果皮膚比較白的女生 你就要選這種 更白喔 白膚色的女生要戴粉紫的 中間膚到健康的 你要選戴粉橘的 好的 對 好 然後她就要把它刷在 眼睛下面 蘋果肌的膏點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 就是讓你的淚溝不會凹下去 不要蓬 把你的淚溝打蓬 把你的蘋果肌上面 這個地方的反光面 把它提高之後 看起來就會 不會像剛剛那個示範 示意圖那個女主角有沒有 淚溝 對 有 妝會很乾淨 這樣就可以去約會 你把另外一邊剝開看看 就有差了吧 另外一邊比較累 有沒有 有 好 這是腮紅的部分 而且這還可以畫那個 哪個 法令紋 可以打破 好虛喔 對 楊晴有點虛 楊晴的法令紋也是沒有再客氣的 這邊可以把它打膨 對 你看這樣 好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 真的 有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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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沒笑的時候 你看 你沒笑對不對 笑起來也差很多 有沒有 差很多 一邊有法令紋 一邊沒有 對 差很多 然後它的唇我覺得 女生跟男生 不管在約會的階段 或者曖昧階段 或者是熱戀階段 都很在意一件事情 就是你擦的口紅 很怕男生第一看不懂 又怕他們吃下去 蛤 蛤 你說清新嗎 清掉 被清走 對 怕你擦任何口紅 你都怕男生 沾到它的衣服 唇唇印 或者是不小心它吃進去對不對 那會怎樣 會重 沒有 你就是怕它說吃太多 影響身體健康 這個是護唇膏有潤色 護唇膏有潤色的 對 就是有裸色 橘色 帶冷的 梅子色跟紫色或裸色 通通都有 比如像這樣這個 有顏色的 對 那你現在要給他選 它是護唇膏 這一支裸色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來一條 因為這裸色超美 就是它是有那個 讓你有血色的 的裸 的裸 然後不會它起來是空 有 你看 好裸 太裸的吧 它有淡淡的粉色 對 它有淡淡的咖 對 它有一點點 有點土 土咖的顏色 這個顏色非常適合陽晴 好的 非常適合它 就是上上去不會有太明顯的 化妝痕 也不會太Over 對 這比較適合健康膚色嗎 老師 對 健康膚色 所以他們男生也可以擦 完全可以 然後如果你覺得這樣氣勢還不夠好 你可以再拿這個顏色 再去疊擦 比較裡面的地方 對 好好看喔 這樣 好 好 來 漂亮